一手搖冰淇淋 一手準備加粉圓 大排長榮的消費人潮 讓工作人員忙得一刻不得閒 受到全台籠罩在有毒澱粉的陰影下 國內這家知名的包心粉圓業者 為了至親 全省各分店合計送出五千萬甜品 讓顧客免費品嘗 他們有證實他們應該是沒有毒澱粉 所以我就想要來吃 受到毒澱粉影響 從宜蘭起家經營超過二十二年的 包心粉圓業者 近期業績掉了三成左右 為了不讓金字招牌與毒澱粉畫上等號 業者主動發起免費品嘗活動 希望透過現場實作與講解 為重創的台灣小吃王國民生而努力 重建消費者信心 我們把粉圓跟冰品分開裝 要吃的時候才加在一起 不要攪拌 這樣可以維持最佳的賞味 其實我們台灣 我們大部分的業者都是正派經營的 都是良心事業 那只有少數業者是這個樣子 不到一個小時 三百碗甜品全數送完 也證明只要業者食材來源清楚 安全可靠 消費者還是願意上門 也能在炎炎夏日 享受一碗套新糧的甜品小吃 記者郭正銀採訪報導 好 好 好